大家好,欢迎来到看看妙招 每天更新实用的生活小窍门 今天给您带来怎么炒肉不老的窍门 很多人炒的肉比较硬比较柴 不如外面吃的肉又嫩又滑 下面这几招让你也能轻松炒出鲜嫩好吃的素肉 第一个窍门,适合炒菜的肉 很多人喜欢加嫩肉粉,这个吃多了不好,我们直接炒 先开大火,把锅烧热 倒入少许的油 荡一下锅,都沾上油 这样滑一下锅,炒菜不会粘锅 然后调整小火,把多余的热油倒出来 再放入冷油 趁油温还没有升高,马上倒入切好的肉 这样就不会粘锅 而且油热了,肉也熟了 翻炒到肉丝变成白色,就可以起锅备用 诀窍就是不要油烧热的再炒 而是要热锅冷油来炒 这样炒出来的肉,不粘锅也特别的嫩 几十年的老厨师经验,大家可以试一下 第二个窍门,适合做汤的肉 切好的素肉,放一点生抽 生抽是调味的,大家不要放错了老抽 老抽是上色的,肉会变黑,不好看 再放一点料酒,料酒是去腥增香的 加上少许的水 然后用手多抓几下 让肉吸收掉水分 再次加入少许水 水要一点点的加 直到肉不再吸收水了 最后加入少许的淀粉 锁住水分 用手抓比用筷子效果更好 现在开火,同样热锅冷油 倒入素肉,大火快炒 肉变成白色就可以起锅备用 接着可以炒其他的配菜和汤 最后放入肉丝即可 这样做的素肉,又鲜嫩又不会柴 口感很好 总结一下炒肉不老的窍门 就是锅要烧热 油要冷油 不能提前放盐 要放生抽 快炒起锅 时间不能长 这样炒肉不硬也不柴 如果你有更多的经验和方法